明导张义一谋指导的电影满江红 是上半年中国影视作品中最火爆的电影之一 而主演之一的易烊千玺也凭借该片 一局拿下了第18届 长春电影接近路奖最佳男演员 然而不少网友却质疑易烊千玺的获奖资格 认为与他一起入围该奖项的王宝强张义 朱一龙王一博等人实力都在他之上 易烊千玺的优势似乎只有年纪较轻 完全是意料之外的获奖人 而且片中演员省藤的演技 也肆好不逊色于易烊千玺 因此猜测该奖项颁给他 大概是想要鼓励年轻演员 不过张艺谋导演曾在受访时表示 易烊千玺在片中饰演的孙君 有树杀孤独感 完美演绎出了该角色该有的感觉 可见他已经从青涩的TFBOYS成员 蜕变成了成熟的男人 还大赞他内心敏感又丰富 可塑性是相当强啊